她从昨天下午却在楼下等 一晚上也没走 现在我跟她后面 喂 你们两个闹归闹 但是差不多就行了 你说她昨天晚上睡得着吗 估计够呛 看得出来她挺喜欢你的 你突然闹分手 她要是睡得着 也顶算是你没心没肺了 真这样 也不值得要她 嗯 她应该是睡不着的 怎么也是我选的男人 这一点 我还是了解的 既然了解 那你赶紧好心疼心疼她 喂 请问举报 疲劳驾驶又没有什么奖励啊 你不是吧 那疲劳驾驶的司机 会有什么处罚 只是扣分 不关起来教育教育吗 行吧 我举报 纪凤敏后来 把楚伯扬的车型和车牌 都说了出来 之后便挂断了电话 处境一阵无语 这女人果然惹不起 至于吗 这个疲劳驾驶不太容易判断啊 不承认交警没轴到 十七个小时不睡觉 相当于醉酒驾驶吧 还有这说法 管他呢 烦人 楚伯扬在下个路口 就被拦了下来 纪凤敏到学校 没有被楚伯扬追上来 心情舒坦了不少 但也只是两节课时间 楚伯扬还是到了学校 不过 确实没有主动找他说话 只是一直跟在他身旁 纪凤敏中午约了楚静一起吃饭 楚伯扬依旧跟着 那什么 哎 季情去哪了 平时不都是你们几个一起的吗 今天怎么不见他 气氛瞬间变了 鸡凤敏唇脚 欠起一抹讽刺的笑 楚伯扬脸色有些阴沉 楚静似乎也从这气氛中看出了什么 瞬间头皮发麻 原来是这样 好死不死踩到了地雷 鸡凤敏没吃多少 怎么就是这些 是我昨天没有把话说清楚 还是你耳朵有问题 我不同意 那怎么办 我想分手 我不同意 我没有问你同不同意 好聚好散不好吗 看在我当年舍命救了季情的份上 你说不见面就算了 既然见了面 怎么说我为了救他差点把命也丢了 只是说声谢谢 怎么想都觉得我这条命太轻贱了 现在淘点好处也不为过吧 剩下的直接给我整整钱好了 然后我们两个相欠 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鸡凤敏 嗯 多少钱合适呢 我也实际一点 不识子大开口 一千万好了 鸡凤敏 一千万 是觉得侮辱了他呢 多给点我也无所谓 什么时候要给我钱我们再见面 如果你不想给 那就永远 别出现在我面前好了 好 既然你这么在意季情的存在 我不再管的就是 这样你满意了吗 说到好像我在逼你这么做一样 你可千万别这么一副委屈求全的样子 搞得好像是更像做了什么 弯心碎骨的决定一样 我自己有自知之明 你也该好好想一想 你心里真正在乎的人是谁 不然只需要一样做一个 我愿意决定一样是带你